国际绿色技术与商品交易所 利用这种国际绿色技术与商品的交易所 以新概念绿色责任实践为目的的商品 契物交易所 这个运营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全方位来进行运营管理 所以在每个环节都是符合国际法 也是最安全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看一下背景的依据 我们企国交易所是由IOW这些气候环境宪法 这个环境宪法我们也注册在UNWIPO 世界知识产品局进行注册 我们的宪法在世界知识产品局进行注册登记的 我们为了实现这个宪法 我们作为这个依据 所以我们气候环境世界气候相应所 以国际绿色技术商品的实践 国际机构 就解决于说我们国际机构有哪些部门呢 还有12个代表部 实行理事会 实行理事会 运营理事会 各大州的总部 14个总部 它下设有7个部和7个处 包括全球资源总部 我们把产品分成72大类 然后由这72大类的资源机构来进行管理的 那么代表全世界 国家旅行 什么IOWGCA 就是我们验证认证的这个工作 利用国际绿色技术 保护地球和宇宙的有机体 无机体 大家这里看到有机体无机体 有什么地球和宇宙上所有的 这个这个这个物质 生物都包括在内 有机体无机体 地球上和宇宙中有的都可以 所以它验证认证的这个 管理范围也很大 我们期货交易所运营的平衡也多 非常多的 并号召 这个协同WTO成员国 包括G20 G77 全世界国家 地方政府 企业 国民 岛国 包括部落国家 把这个我们的这个绿色 工作呢 给代表相传 鉴行我们自己的义务 这个呢 是我们运营 这个我们 西国交易所的时候 由各个部门的 就国际组织的各个部门 在每一个环节进行管理的机构 这是我们的组织架帮图 哪些部门管理哪些领域 这方面都有 这方面都有 这个呢 过后我们会把一些组织交流 给大家包 大家可以看一下 部门非常的多 那么我们 他们我们这个国际组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采用国际标准绿色技术 产品实践 谋求绿色增长 目的是 用这个绿色产业作为新的增长功力 来保护气候环境 从而发展各国的绿色经济 提高全球人类的生存质量 进而保护地球与宇宙空间的所有的有机体 无机体 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旅行 国际绿色技术产品实践的有关责任当中 是实现 是为了实现什么绿色计划 在绿色气候环境相关的 所有领域 刚才我说了 在地球领域当中 所有的有机体 无机体 对吧 在国际资格和学位方面 通过国际绿色教育 来培养专门的人才 刚才看到我们国际组织 在国际组织